发票 募导带 还有装发票 募导带 基隆安新幼儿园 南容飞影丽幼儿园 及伊甸生肠中心的小朋友 在万圣节盛装打扮来到市政府 但这次不是要糖果 而是要募集发票来做公益 去跟大家要什么 糖果跟发票 还有要到几张 很多张 刚刚有领好多的发票吗 有 那你刚发票做了什么事情 你投在哪里 投在人家里 投在那个箱子里面是不是 给发票 募导带 你刚刚拿到几张发票 还有多张 小朋友们受到了市府员工的热情欢迎 也顺利募集到许多发票 踊跃地将发票投入发票箱 最后由市长谢果良代表 将发票捐赠给伊甸 市长谢果良 跟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以及市议员吕美玲 也鼓励小朋友 发挥爱心 多帮助别人 投入这个发票 你就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 甚至帮助一个大人 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因为帮助别人 会让自己更快乐 对不对 对 好 不管是南楼飞丽幼稚园也好 安心幼稚园也好 是我们的伊甸幼稚园也好 你们都是最有爱心的 对不对 对 看到很多小朋友 小爱爸爸都很开心 他也教了他们这个 因为这个万圣节是西方来的嘛 也教了他们英文 要堂的这个口语 那我想一方面玩得很开心 一方面鼓励小朋友 捐发票也可以做公益 倡导他们从小就懂得 捐发票做公益的习惯 并且再传递给他们的爸爸妈妈 结合万圣节孩子们精心装扮 还有家长发挥创意 将小朋友打扮成电锅造型 成为目光的焦点 这场万圣节公益活动 热闹又有趣 也让幼小的孩童 学习助人为快乐之本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